冬季流感肆虐,不少市民都打算去診所接種流感疫苗 但由於針劑短缺,本港一度出現疫苗方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電台節目上就說 踏入冬季流感高峰期近五個星期 本港已注射大約70萬支流感針 一應需求上升,當局已加訂流感針 預計將會有10萬支針可以供應 不過強調當中運輸衰時,希望市民體諒 因為流感針需要在運送的過程中保持溫度 所以不是普通送貨 不是一天能夠很多很多的即刻分送 所以是有一個時間 所以有些針可能已經到了香港 但未到私家醫生的手 另外陳肇始又說 本港只有大約60多間幼稚園及小學 有參與衛生署到校接種流感疫苗的計劃 情況未如理想 明年會再加強有關工作 但當中涉及不同因素 需要時間探討推行的模式 衛生署都正在計劃 可能有些不同的模式 有些是到校的模式 因為事實上也有些家長 很快已經帶了自己的小朋友去私家醫生打針 這些亦都有的 所以我們都要探討不同的模式 但一定會加強 陳肇始又說 留意到坊間對流感疫苗存在謬誤 未來會再加強公眾教育 同時也會繼續探討 如何提升流感疫苗的接種率 包括擴大資助範圍 提高接種疫苗的方便程度等等 Livetv記者楊卓文報導